親自頒獎給榮獲笑行楷模得主 市長謝國良肯定九位楷模笑心 讓社會傳達正能量 我相信在座每一位家中都有一個愛的故事 都有一個感人的故事 因為我相信只要大家心中有愛 然後對家裡的長輩是孝順 我相信這一定就會是一個美好的良好的家庭環境 我爸爸常常有跟我說 他說笑順笑順 笑跟順又是兩種不同的行為典範 很多人笑但是要做到順 這個又是一件事 但是不順不見得就是不笑 那真的我覺得說這幾句話都很有道理 其中榮獲全國肖晴楷模的林志恩先生 在中風之後身體不變 但十年如一日無緣無悔照顧坐輪椅的父親 和年邁的母親 他將孝順化為身體例行 雖然父親後來過世 但他的孝心在地方傳為佳化 謝謝你們大家 他因為身體也不是很好 那平常要照顧雙心 我覺得這是精神可佳的一個情況 那一般正常人我們當孝行的部分一定會做到 可是林志恩先生他身體不佳的情況之下 又可以做到這些事項 我覺得難人可貴 基隆市的孝行楷模特別邀請到我們九位受獎者 來到我們基隆市政府的貴賓室 接受的市長謝國良的頒整典禮 過往我們是由區公所來提拔之後 由市政府民政處來選擇我們的獎牌 送到區公所來送到家裡面來 市長認為這樣孝行的行為 應該廣泛的給予表揚 未來我們也會再增加更多的這種表揚的行為 讓我們詮釋成為有愛的城市 市長說孝順就是一個有愛的表現 九位楷模孝行司機都值得孝法的典範 基隆市政府藉由公開表揚 希望樹立孝道倫理觀念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記者黃少爺